这边这水价特别漂亮 派给大家瞅一 真是很多 这水也太深了 一带回家 算了,不要了 看这个木耳螺真的刺水的 这个喷的可漂亮了 我刚才捡着它 我以为是个基石螺呢 你翻开瞅的是扁的 这种也是扁玉螺 这边就不少 就这种马蹄形 它这块会有一个除气口 这一找就出来了 吃个大花甲 这也是有点瘦 远远不足 这螃蟹应该是从这会儿 被鸟给啄出来的 还活着呢 看这是二蚁的蟹啊 这个待会儿家养两天 这个酥的蟹好久没养了 待会儿家养一养 这一大串的海红 如果是钱 我就发财了 都是饱满的,我刚才看了一下 应该是从里头吹出来的 带回家 够吃一顿 饱饱一顿 这肯定是的 自己就缩了 这小的太敏感了 爬的 这种土楞那块 有的时候都发现不了 轻点不给它破坏了 哇 撕 这个真嫩的 这地方我都不知道能有什么耳朵 它有的时候看不清 你看就像这种地方 这有的时候也是 这个山被是死了 给这块练琵琶的吗 不行了 这种救不了 还没有了 好久没有拍大海了 今天给大家拍一下 现在这退潮都漂亮 我就喜欢这个海浪的声音 特别治愈 本海其实就是跟着这个浪走 有退潮的地方的货比较多 这个恐龙蛋正在握沙呢 这个恐龙蛋正在握沙呢 登啦 嘿嘿 sir sir 它这个鼻子一伸出来啊 能伸出 10多公分呢 这么白的我也是第1次捡到的 漂亮吗 可能这种沙滩这个 比较白 这会有个鱼尾巴 你们能不能看见 我刚才看着了 就往里钻进 这 这个沙光鱼啊 这季节基本都是等死了 嘿嘿 抓着它了 你就掐着这个头它就不怎么动了 能不能看这表情 开意 这玩意可愣了 我们这边也叫愣头鱼的 看这尾巴都漂亮 它们又叫什么叫 青尾鱼 就是尾巴漂亮的原因 嘿嘿 我这瞅着表情可蒙了 这季节这种大的比较少了 越来越少了 这个城隍这是可复磁的 太能磁了 小点声 不能紧动了 往那方向走了 这个巴是吧 抓着它 能不能看见 就这个鼻子一刺 搜搜的 别碰掉了 这鼻子完整的话 一个拿外边卖 能卖个15块钱 扔一下 灶着个埋的 我在这 来福你吃吗 吃吧 香香 这小奶油今天蒸下来了 别吃了 挨个吃 吃完这个吃那个 吃成啥样了 瞅瞅 这小肚 旺财都笑话你了 当妈不能这么当啊 一叫嘛你就喂他 一叫嘛你就喂他 你听了旺财都笑你了 这一蒸开怎么这造型的 干一夜 他可能一点点就张开了 你先吃 先玩 这胖子 再打你怎么 三个问号呢 头上 再打你这小奶油奶爸 对不对 是吧 现在这海边能大量捡到的 就是海星 还有海红啊 还有贝类 少来一点盐啊 让它凸凸杀 吃点这个海红 这个沙光鱼给它留着那天再吃 出汁了些水 这种馅碗煮得来是最好的 把这海红倒进去 放一点葱丝 再来点蒜沫 来一点一匹鲜 再来点白糖 少来一点香醋 白醋 来一勺辣椒油 再来两勺蒜蓉辣酱 给它这么一拌 这味就上来了 这马耳朵 看这海红 一半就太小了 这是摩尔罗的黄 配上哪个米饭 这只飞牛 哇 这是花生米 太完美了 这个小葱这个滋味已经入进去了 感觉单独吃的葱都香 这个就是小摩尔罗肉 它比较嫩啊 来一口这个 它这个口感就像海螺了 就嫩嫩的 还有筋道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呢 就先拍到这里 喜欢大琪的朋友 记得关注 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by bwd6 by bwd6